Sophie 欢迎两位 假装假装的一期 两位老师好 很高兴在有话好好说的舞台上 遇见两位 问一下Sophie老师 您身高 我竟然一米七七 才一米七七 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是比较标准的 搁到现在我都不算高了 现在我看有一米八的 一米九的都都有了 老闹鞋了 是吧 孟先生今天贵庚 不看您都有白头发了 差三岁六十 但这个气质啊 往这一站 说句良心的话真不像 因为这个职业呢 我们做得很早 从一九八一年开始 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一段 皮尔卡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中国来 那之前您在上班还是上学啊 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我在一家染房里工作 那个时候没有人洗衣服 但染衣服的人呢挺多 其实我们染来染去呢 就是染三个颜色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蓝的 一个是灰的 灰的 当时都这几种颜色 别的没有 就这几种颜色 所以街上穿的呢 也都这几种颜色 其实但是我们的眼料 有六十多种颜色 我一直期望着 我们街头 还有我 能够穿上各种颜色的衣服 就这么一种愿望 苏菲老师 在从事这个职业之前 是做什么工作的 八七年的时候 在那个香格里拉酒店 嗯 做前台 嗯 因为我跟彭丽 我们都是好朋友嘛 也是一起 结果后来八七年的时候呢 开始从事模特行业 听说您今天 还给我们带来画册了是吗 对 随便在家拿了几本 就是 我们来分享一下 您的传绿 就是年代的那时候的 拍了一个在这方面 中国的第一期 呃 送话策的小孩是谁啊 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 哦 她其实是双胞胎 她一个弟弟 两下三分钟 直播今天弟弟有课 没有来 今天没来啊 所以只有女儿过来了 姑娘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叫姜帆 姜帆哪 多大了 十七 十七岁 我十五 行了 没理事 这没理事 对对对 今天你拿的是什么呀 这都是我妈原来的画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她带着她妈妈的照片来 好 这本很古老了 九零年拍的 中国服装的第一期 大致封印 真了不起啊 都是她妈妈的照片 你看 这边不是了 不是 这是那个蓝幕 这是当年的蓝幕 这是什么呀 哦 这个就是我儿子女儿 两岁半参加香港 来看一看 服装周的一个表演 好可爱啊 对 这一个采访 对 这个 刚时在九十年代中心的时候 索菲特两个小孩 是小模特明星 经常跟她妈妈一起演出 我们当时演出 她两个孩子出场的时候 观众比她妈妈还要好 对 比我的掌声还要多 以后 毕业之后 打算做什么工作啊 想上服装学院 好好地继承你妈妈的职业 但是如果服装学不出来 要学相声就找我啊 那你跟叔叔说 说话一定算数啊 行 小师妹 还当助教 好吧 谢谢 谢谢好孩子 谢谢 没想到现在我们的模特事业 蒸蒸日上 好像大家一提的这个职业 很了不起啊 这肯定很漂亮啊 脚子也高 气质也高 不像当年那个很尴尬的状态了 我们有当初的照片 来咱们欣赏一下 好 你看到这就是 富海云老师啊 你看当年的苏翠老师 还挺黑呢 时光岁月不饶人啊 真挺精神 再来一张 当初这位老先生 何取人意 这个就是 那个皮尔卡丹先生 这是他在中国做的 第一场时装表演 这是一九八几年 这个是一九八一年 八一年 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皮大爱 对 皮大爱 这边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真精神 这是您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个应该是在九八年吧 九八年拍的 这是我去法国的 发给观众的签字的 这是个睡衣 您有大衣 羊 因为这是黑白照片嘛 模特这个行业 一直是走在时尚的前沿 想问问三位老师 您认为时尚应该是什么 时尚呢 应该是一种文化 我觉得它从八零年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从西方引进了这个文化 三十年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发展非常有效 其实我们按照这个标准要求 你看 其实我们也像中年人差不多 其实我们都已经退休了 但是我们心里觉得 有时尚 有美 生活的氛围不一样 我们觉得 生活 才开始 话虽然不多 但是说到点子上了 今天特别的开心 我们不光看了 模特们优美的走秀 我们也听到了老师们对时尚的理解 张老师半天都没说话了 张老台下也是这么很内向的人吗 是 刚才跟你讲 刚才我出来 你说 很多人 没见我之前都说 我认为我是个大胖子 大胡子 做模特经纪的人 做编导 都是那种倾向的 连胡子都没有 你做什么编导 胡子掌上的 这个在想当年 走梯台的时候 跟现在的走法 一样不一样 当年的 我记得八十年代 那时候模特们 走台比较刻意 比较八字步 这跨要紧八字 那个时候是画一条直线 往来带着我们 在一条直线上走 是吗 真是就像猫步一样 就像猫步一样